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的话题是 六十多岁的单身老人,他们还渴望伴侣吗? 其实啊,人往往越是年龄大了 才越需要身边有个伴 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能吃能喝,想玩就玩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不怕孤单,不怕寂寞 跟年老了却不一样 尤其是过了六十岁以后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 情绪也开始了不稳定 更容易缺少安全感 更容易害怕孤独死亡 所以六十岁的单身老人 他们很渴望再找个老伴 只是呢,他们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我们做子女的应该理解他们 支持他们去找个老伴 这也是人性百能的需要 自古就有少来夫妻老来伴的说法 两个人从年轻走到白头 是最理想的幸福状态 只一个人独自扶养孩子 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过对象 只是考虑到孩子 怕孩子受委屈 一直没找 现在我都六十多了 孩子已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也很少管他们了 他们照顾自己的家 也很少过问我了 我一个人有时候觉得生活真的很无聊 自己一个人睡觉吃饭 偶然的一次机会呢 我遇到了老李 他和我同岁 也是中年丧偶 同样的年纪 同样的遭遇 我们俩很聊得来 他很细心 很会体贴人 对我特别好 但是呢 我们双方的孩子都不同意 觉得我们给他们丢脸了 多大年纪了 还在黄昏恋 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在一起 我们也就想着 不让孩子们承受这么多了 于是就分开了 第二位孙阿姨 我老爸是生病去世的 我在他病床前 照顾了他三年 老拜林走前 对我和孩子们说 你还年轻 我走了 你就再找个人嫁了 你一个人孤单 我走了也不放心呢 如今老伴已走了五年了 孩子们一直给我介绍 只是越是这样 我心里就越难受 老是想起老伴 算了也不找了 自己养养花 种种菜 跳跳广场舞 总之呢 不让自己闲着 我就想 老伴对我这么好 我也放不下他 也不找了 第三位张阿姨 我今年六十二岁了 丈夫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意外去世了 我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白天上班 晚上还要兼职 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 真的特别不容易 让我安慰的是 两个孩子都很优秀 先后都考上了重点大学 现在也都成家立业了 孙月儿出生以后 我又去帮忙带孩子 一直到孙月儿上了小学 我这才有了自己的时间 就回到了乡下老家 一个人养养鸡 种种菜 日子过得倒也充实 后来 我跟孩子们说 想找的老伴 两个儿媳妇都很孝顺 在儿媳妇的介绍下 我和老张领证了 她是大学老师 退了三年了 妻子生病去世六年了 现在老张对我很好 很体贴 我们现在过得很舒心 这三位女士里面 是张阿姨现在过得最幸福了 其实呢 找个老伴度过余生 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自己舒心就行了 我们作为晚辈 尊重长辈的意愿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孝顺 也许对老人来说 有个能陪他一起吃饭的人 有个能陪他一起散步的人 有个人可以搀扶一下 生病时能互相照应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这个视频能给您带来帮助 谢谢大家